嗨,大家好,我是弗兰艾 气候的影响 俄罗斯的冬天寒冷且非常漫长 据说在西伯利亚当地气候最低可达零下71度 那小编就来带大家看看 零下71度的俄罗斯人是怎么过冬的 这方式连东北大汉都自叹不如 其实俄罗斯人一般比较致癌 主要也是因为这严寒的天气吧 如果不得不出门 那必须是里三层外三层过岩式了 毕竟正外出是有冻伤风险的 当然普通人造材料的衣服是不管用的 在俄罗斯动物的皮毛生过一切人造材料 动物皮毛柔软蓬松隔热效果好 能很好的抵御寒冷 所以俄罗斯人基本人受一件 但毕竟是战斗民族 再怎么严寒的天气也不能阻止作死的步伐 据过俄罗斯的人表示 在俄罗斯的冬天还会看到很多人穿短袖游泳 其实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气候环境里 已经很习惯了 他们的抗寒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所以什么样的环境造就有什么样的人 人类总的来说 还是个很会适应环境的生物 那么看完故后 大家想不想寻求一下刺激 去俄罗斯体验一下严寒的气候呢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